这段非常的重要 关于盈毅为佛事 有个教派 当然我知道他在讲哪一个呢 传授所谓的双生法 也就是狼狼双修 但是他们给他们一个很漂亮 庄严妄之言人的名称 或称为无上谋谋 当然我知道他在讲什么呢 或者称为大什么什么 或者称为大什么什么 如果你要知道私下 我再告诉你啊 真的 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名词 我私下在公开 他这样子 成观法师慈悲 也不讲明 就表示啊 给一点更大的空间 不过他们这套修法呢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写得到的 因此他们说 哦 这是成佛的法文 是大菩萨修的大圣 修到后来为了 急速成佛 便以此修法 在道口上修 所以久修的内行的人 才能亏其澳 并不是刚进去的人 或稍微 修一阵子的人 能有这个福报 修持法门 并且如果外人 问起他们 是不是有修双生法呢 他们一定否认 因此那是 甚深的秘密法门啊 不以外人道 彼此在家的时候 曾在美国的达拉斯 某佛学社待过 那时候该社长 请了一位 S基士从加州来 这个基士啊 对此教派十分的推崇 热衷 他曾私下 对我们三个社中的干部说 看哪一天 我带你们到拉斯维加 去看秀 在道口上秀 而且表示 必须通过这一关 才能成佛 我出家前 曾闭关三年三个月 那时有一个很有名的 S基士 不是大S小S了 S基士了 来探佛 后来呢 并寄给有一位 在加州的西基士 对他的弟子 开始的手抄稿 题目为 佛法修行者 何时可修禅定 其中论到修行最后的阶段 也就是他所谓的 正量的阶段 他说不但要插进去 而且插进去之后呢 还要有热 并且 要把这个热 空掉 这才算成就 这个成功法师直接就 写得很露骨了 也不怕你 我当时看了这篇文字 就立即写了一封藏信息 给S先生 迫出这种说法 并且认言经 以及言结经 认言经 认言经 认言经是这辈子佛弟子必看的经典 但经文说 这根本不是佛法 而且是唯一佛法的 佛法正法当中 不论显教或者密教 其理跟事 都没有此说 既无此理也无此事 世尊在出发心 没有出家 仍在宫廷当中太子 就厌患五亿六成了 建筑财女就像死尸啊 后裔成正等正节 降伏的四摩 摩金摩民来扰 想要以淫事来相攻 然菩萨身心不动 并以赫之后 如臭灰之身 我不用 如素器 为什么是臭灰之身 在出诸位 所有的女众 你敢不敢 早上有大小便的时候 把你的大小便 储存起来 放在冰箱 晚上洗澡的时候 拿来当做乳液来磨 敢吗 有一个基督说 叔叔 这款只想出来而已 你自己放的 不知道要怕什么呢 你自己拉的你怕什么呢 是不是 保养品吗 不敢 你当然不敢 这个就是错会不堪了 某女羞愧而退 因此 并未见到释迦菩萨 与某女交合 因阳融合 之后 而成正节 在美国 科罗拉多州 有某教派 只一分之 其教主本来住在英国 后来被驱逐出境 才到美国 他在英国 暂时取了一个英国女人为妻 这个慈派教主为世袭的 世袭听得懂吗 就是一代传一代的 未免断种啊 教主可以取一切一切 在美国的时候 这个教主不但以女众行营 而且跟众多的男众行营 那男女不分呢 因而其道场当中 很多的得到艾滋病 连这位教主本身也得到艾滋病 最后且死于艾滋病 这件事情 美国的政府 当今曾经插手调查 闹得欣然大波 一四三四 某教派有一本书 叫做涅槃道 大 某某某某 法要 其中所说的 奴经当观 三界当中所有 皆为两性 结合而成 其利用方面呢 等同佛 佛父 是阳性体 以其聪慧方面 等同佛母之阴性体 两相结合 成为不可分离 就是卑制交融 就是双身合一体 达此双身合体 即或究竟 究竟到 就是大 东东也 此处所谓佛母 佛父之阳性体 就是指南根 佛母的阴性体 就指你根 又什么叫做佛父佛母呢 彼此有一位高中的同学 他很早就学佛了 但是后来啊 去学这一教派 有一次啊 他带我去一个佛教文物流通处 这个流通处的老板娘 也是修学这教派法的 他称我这个同学为大师兄 他们彼此很熟 他啊 就像 像那个 他抱怨 女众的他 就像男众的 即使抱怨其中派的 猛擦师了 啊 言下十分的愤怒 啊 从他的抱怨当中 我才知道原来那位 擦师呢 是他双修身法的佛父 而他则是 而他则是其佛母 然而一个佛母 并不只限一 只能有一个佛母 本来他的佛母 只有他一个佛母 后来他竟增加了两个佛母 啊 他抗议 但是他也不采纳 他一气之下呢 他说 我就拿了两只菜刀 追杀那个 一直杀到门外 我这才晓得原来 他们的佛父 佛母是这么一回事儿 还是来真的 啊 向来只知道 我佛如来正法当中 所谓的佛母 是指波勒波罗蜜 大智慧 是一切诸佛之母嘛 哪有难理这种事实修行呢 因为波勒波罗蜜多 是无上智慧能出生三世诸佛 并不是指一个女人跟某事行人 而得称他叫做佛母 这可能这叫Y理十八条 又以佛正法当中也没有所谓的佛父一词 如果说有 那就是阿治释迦摩尼佛的浸泛网 释迦摩尼佛之父亲的浸泛网 彼此在台湾有一个在家的女弟子 她到我这里皈依之前 曾经在台北某道场写了三四年 共花了三十几万台币 还不是只有这样子 花钱就了事了 有一天她听了我讲 嫩眼睛这段经文 泪流满面的告诉我 她说幸亏啊 听了我讲了关于营禅之事 因为她以前去的那个道场 也是属于某一个教派的 她的师母曾经叫她大什么什么法 但是因为她是未婚单身女子 所以先修观想 过了一阵子再实修便能成就 但是她也不知道最后真的要做那件事情 今天亏师父听师父开示 否则就点点点点 若是已婚之人也就害怕了 叫一个未婚年轻女子 令其以盈役而证佛道 实在是太过分了 这个女子若从此沉迷了 而频频为人为佛母 来我做一个佛庙的 我来我做一个佛庙的 我的阿弥陀佛 乃之为众人之佛母 岂不如为弃你一般 所以我很敬佩成观法师 真的 就直接了当 可以救很多众生 两年前有两个道场的女众法师 跟我说 有一阵子他们常在夜里 有时候在白天 接到一个自称为修母教的双修法的男众 这个电话 那个人表示他的同修道理 出国多年了 他快受不了了 请他们大发慈悲 以他共修 阿弥陀佛 只能常常这样来电话 纠缠 但是如果接电话的人是男众 他就不肯一声 就是挂上电话 如此历史 大概两三个月之久 就会收到奇怪的电话了 由于心境正道这个问题 在佛法中是很重大的事 而且末法师及越来越严重 越普遍为予护持正法 并救护众生出于邪说 邪法 邪行 免多大哭 应该让此事曝光 不应该让他在暗地里 但这扮演的以冠冕堂皇 的合理化借口害人 并破坏正法 所以在 自在引佛光大字典中一条 令大众接着明了 不再受骗受害 托吉尼 一位空行母 具大乐经 大乐经 就是我们所讲的 毕童真阿佛 大乐经书 卷载十 托吉尼是大黑神之见书 夜叉鬼之一 按照大黑神是总监神 就是专门管坟墓的 坟墓之神 所以托吉尼也是总监的小鬼神 托吉尼后来 就成为印度左派的 不正道的密教 一切形态 所宠信之神奇 这个就是加入一切 印度的一切切 都不是正统的佛教 一定要认清楚 这不是正统的佛教 这该形态五字谋一切形 五字谋为肉 六与九印交合 这个印就是接印呢 交合就是男女呢 就是虚弄十与十九 接手印 杂交予得自乐 因此五字在奉文当中 都是M.A. 成为五摩制 其后该教派传入摩地 提提之摩地 信奉其神为 智徒吉尼 按照杂交予得自乐 这自乐又成为空乐 二十三期经文 奴教世人 修三摩地 先断心盈 使命如来 先佛世尊第一 决定清净明慧 主持 修三摩地 先断心盈 是想要修三摩地之人 其先断心盈 连心都不能有盈益 更何况生去盈益 其心动念 都不能去想盈益之事 更何况还实际的去做他呢 使命如来先佛世尊第一 决定清净明慧 如来就是现在佛 这不是指世尊而已 而是犯指现在一切诸佛 先佛世尊是指过去一切诸佛 第一次明慧乃是基于菩萨 世众敬之手 就成为第一 也是首要之物 决定就是确定 不可改议 清净无卵之意 明就是光明 相对于无明 黑暗 会就是训诫 正记言 这是现在一切诸佛 以及过去一切诸佛所供说的 第一决定 不可改议 清净无卵光明之教会 义冠 如教导世人时 虚说 凡是一修三谋的 则必须现断心 这一言 更不可生言 是名为现断十方诸佛 如来以及过去一切 先佛世尊所供说的 修三谋的第一项 决定不可变异 清净无卵光明之信件 剩下一点点全论 这是第一决定清净明慧 要要紧在这个决定两个字 这表示持法决定啊 决定不可改议 没有暧昧 没有借口 是就是非就是非 做了就是做了 没做就是没做 赢就是赢 不赢就是不赢 没有讨价还价 没有灰色地带 没有适时而非的言论细说 这是如实 切实的依教实践 我这就是破戒毁犯 破戒毁犯 破戒毁犯之后 更不可以拿赢怒吃 就是戒定慧 烦恼就是菩提 第一就是天堂 或者是我不分别 但不是自己经济的无上理 来唐塞 来借口 退一步说 你既已经信得那么高了 既已经达到 既然已经达到了 赢怒吃的戒定慧 那么为什么不赢你去做不到 为什么你不能转赢意的烦恼为菩提 为什么你不能灭贪生吃 而坚定于戒定慧 为什么你还贪起 世间一负的盈意 盈行既然心中仍然误会贪赢 为何还要遮掩狂骗 假称清静 而且还以淫晦为清静 入处颠倒是非 究竟是何居心 又此段境中所说的先断心赢 有志之人就知道 心赢既断 身赢就更加不会有 但是此恶着实 偏偏就有这种愚痴和心邪的智能 而做事颠倒些人说 心赢不好 心不赢就好 身赢无妨 本人出席佛的时候 有人问一个老基士 关于吃素知识说 你可知道怎么回事 他就进回答你心术就好 意思就是说 你心术就好 苦 却不吃素无所谓 听来蛮有道理的 很高 那问的人 当时就因为这样子 而不再执着 一定要吃素了 那么你看 三知识的一句话 就把一个人修行给耽误了 这还不搭紧 连之间也给扭曲了 又默示众生一次颠倒 还认为 所谓心术比口术高 并且说 既然已经心术了 口术也无妨 如果真的心术比口术高 那么心术口术就不用术 那么这样如来一切法当坏 为什么 因为既然心术比口术高 心术口不术无妨 那么心不赢就好 身赢无妨 也便可成立 同用道理 心不杀就好 心不到就好 心不妄议就好 嘴上妄议无妨 乃至于心不赢就好 口中赢酒无妨 这些说法实在是自欺欺人 再说 既然你已经那么高了 能达到心术的境界 且又说心术高于口术 连高的都做到了 为何低的反而做不到 他会说 我不是做不到 只是不做 再问 你为何不做呢 难道是难道那是错的吗 可见其说辞 若不是邪见 就是企图以巧言来闻是过 闻过是非 以及遮掩内心的贪爱 以及修行上无理感的借口 以心术就好 无独有偶的 最近还有人畅言所谓的绕心香 有人问某大德念经的时候 要不要烧香啊 这个大德答 你烧心香就好 烧心香就更高 一时一时传遍了 畏畏实善 你看这烧心香就好 你心术就好 岂不是义起同工之妙吗 做始说者 若不是偏见就是疑似 要不然就是坚令 舍不得卖香或者贪爱 怕把家的墙壁 家具心黑 或者懈得烧香 起来做如是冠冕堂皇的借口 且自以为高 整个言之 莫法众生 许多的疑言 疑行 邪见邪行 不如法行 帅皆如是 不能如法修行 所谓的法随法行 而破法 毁法 坏法 且自以为高 以此自傲 只是法相上称为邪慢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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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